信息时代的快递发展为人们带来了很多方便 以前相隔千里联系靠信件电报 后来有了电话电脑 现在有了手机 更新换代的速度让你想都想不到 80后那回有个QQ号 都是让人羡慕的事情 现在微信越来越多的时代取代了QQ 打电话等许多事情 没事建个群几个人在一起聊啊聊 红包抢啊抢 吃的好吃的玩的好玩的都在朋友圈里晒一晒 让看到的人站一站 但是最近我就因为微信里加了男朋友妈妈的号 她看了我的朋友圈 搞得我们差点分手了 因为我有时候会和三五个朋友 晚上出去吃烤串喝啤酒 然后发个搞笑视频到朋友圈玩玩 她妈妈刚开始还发语音给我说 女孩子没事晚上就早点回家睡觉 后来直接就跟我男朋友说 觉得我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 我听了当然生气 自然的和她生气吵架 后来有一次 她那更过分 给我打电话说 让人给她儿子重新介绍对象了 让我们别在一起了 幸好我男朋友还有点逐渐 没听她妈妈的话 我后来直接在朋友圈把她给屏蔽掉了 真后悔加了她的微信号 可是又不能直接删除 现在还没结婚都这样 真不知道以后结了婚 还怎么和她相处 两代人之间是有代沟 但是真心不希望做父母的你们管得这么宽 就像有时候我说她脑子不好吗 进水了吗 她妈都会心疼 说我说她儿子了 可是我们都没觉得有什么呀 真属于正常的我们之间的语言交流啊 幸亏我男朋友不是妈宝男 还是能名便是非的 我们有我们的交流方式 你们有你们的相处知道 别给我们那么多的束缚 也许我们能相处得更好